麻辣入味 鲜香浓郁 这滋味 绝辣 做了这么多小龙虾 知道怎么小龙虾吗 东京 告诉您 买来的小龙虾去掉虾线 去头备用 这虾线怎么去呢 你呀 跟着我看 这么嚼刀来了 你看啊 中间这个部位 这么一拧 拧完之后呢 这么轻轻的一拉 诶 整个虾线就吹出来了 咱们把这个虾头斜刀 拿剪刀 把料包给它搅掉了 起锅烧油 咱们油温呀 烧至六层热 加龙虾 炸的时间不宜过长 十秒钟即可 炸好 捞出 锅里加底油 这底油选择红油 葱姜蒜 煸香 加入皮肝豆瓣酱 好 变成红油以后啊 加入麻椒 辣椒啊 今天选择新一代 辣味适中 颜色漂亮 加入万能的火锅底料 这个火锅底料不但可以做小龙虾 可以水煮一切 麻辣一切 加入香水鱼料 加入小龙虾呀 啤酒 没过小龙虾 加生抽10克 糖 两勺 盐 一勺 大火烧开 煮15分钟 这小龙虾呀 全程一定大火煮 煮着的汁粘稠以后就好了 这样煮着虾肉特别脆 不要煮 干啥呢 我呀 给媳妇包虾呢 顺便呀 说一句 找一个愿意给你包虾的人就嫁了吧 小龙虾的火锅 小龙虾的火锅